2016年 周杰伦被一颗羊梅彻底颠覆了人知 在中国新歌声的后台休息间 工作人员端上一盆羊梅 从未吃过羊梅的周杰伦以为要剥开吃 最后看到其他导师直接往嘴里送 才知道羊梅不需要剥皮 当他吃到人生中第一颗羊梅时 脸上露出了吃货满足的笑容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羊梅 不知是否为了白嫖中国最可口的羊梅 在听说中国羊梅之乡慈禧将举办羊梅节时 周杰伦立刻赴网慈禧 在晚会上激情闲唱 而周杰伦也在慈禧把羊梅吃到饱 不得不说真的太接地亲了 熟悉周杰伦的朋友们都知道 其实他一直都这么亲民 他不仅热爱国货 更亲自为国货代言 当圈内其他明星都对国际大牌取之若鹜时 周杰伦却代言了不起眼的手抓饼 一度让人以为海报是商家披上去的 此外大家耳术能详的 某薯片 某奶车以及电动车 也是在周杰伦的代言下一步步活起来的 周杰伦曾表示 自己代言的东西 一定要让粉丝们都买得起 因此他从来不代言单价太高的服饰 而是像海德尔会 美特斯邦威这样的大众牌子 也许这就是他能红遍亚洲的原因 除了代言国后白 他还一边宣传中国文化 不管是本嫂纲目还是龙泉的 不是批判重阳迷外 就是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试问像周杰伦这样接地车的本土偶像 谁能不爱呢 我说我当歌手几年 18还是19年 就抵不过那一分钟了 2017年 周杰伦演唱会上 惊献前辈李盛杰的身影 由于没有抢到奏票 他只能扶着栏杆听演唱会 没想到被周杰伦突然点名 他一开口 现场的歌迷瞬间沦陷 就连周杰伦都直呼自己都不敢唱了 这段视频流出后 李盛杰在网络上轰动一时 无数网友都被李盛杰的嗓音折服 其中不乏歌手的总导演 于是李盛杰便收到邀请 以首发嘉宾的身份登上了2018年歌手的舞台 在采访中 他红着眼眶表示 自己唱了十几年 却抵不过周杰伦演唱会上的一分钟镜头 甚至当歌手不义的他 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当他在台上再度演唱《痴心绝对》时 瞬间勾起了现场8090后的回忆 情到深处时 潸然了一下 李盛杰见状瞬间哽咽 中途沉默了几十秒 才将歌曲完整唱完 一曲过后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只不过这次歌手之旅 李盛杰没能够走到最后 三期不当的时间 李盛杰就被淘汰了 这让无数喜欢他的粉丝倍感心疼 李盛杰出道多年 一直面临着歌红人不红的窘境 被大家记住的只有舔狗三部曲 《痴心绝对》 手放开 最近 痴心绝对 更是大家在KTV的B点曲目 如今 李盛杰已退出歌坛 获取娱乐圈就是这样 有人如周杰伦一样 一红到底 也有人像夜里的昙花 只盛开一时 却将美丽永存人心 刘更红 是除了昆琳之外 第二个有资格刷周杰伦卡的人 他们的感情有多好 当年 刘更红结婚 周杰伦在演唱会现场 即兴改编甜甜的 只为了给刘更红献上祝福 刘更红婚礼当天 身为伴郎的周杰伦 因为飞机延误 没能及时到场 刘更红 直接将婚礼延迟半小时 只为等周杰伦 两人的交情 已经长达20年 周杰伦还未出道时 刘更红早已在娱乐圈混几多年 那时穷得叮当响的周杰伦 没钱租录音棚 刘更红便大方地把录音棚 借给周杰伦用 在有表演和上台的机会时 刘更红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周杰伦 因为刘更红 周杰伦卖出了第一首歌 为了庆祝 刘更红还叫来兄弟们 给周杰伦办了一个惊喜派对 在派对结束前 刘更红甚至悄悄地结了账 不仅如此 两人还有过命的交情 当年 刘更红和周杰伦一起打球 结束后 周杰伦想洗个澡 不料因为洗澡时间太长 导致门息泄漏 让在休息室等待的刘更红 和温兰直接中毒 等到刘更红再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病房里了 可以说 周杰伦事业起步的那几年 刘更红都陪在他身边 他们之所以关系这么好 不仅是因为三观契合 更因为一同经历了无数风雨